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歪点子实验室,我是歪叔 面包虫几天没吃到肉了,馋得哇哇叫 家里也没有肉啊 我灵机一动,可以在家里打猎啊 很快,猎物打到了 这下面包虫可以有肉吃了 看看这帮恶鬼多久能把这些蟑螂吃完 我们来仔细看看面包虫的吃相 哎,这撕咬的部位有点不太雅观啊 你们学谁不好,非要学猎狗掏钢 我们继续 中场休息时间,我们来看看面包虫的战果 哎呀,这,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东西 哎,有点肉麻 这只蟑螂的头整个被吃掉了 这只也一样 再来看这只美洲大脸 由于盔甲比较薄 已经被吃得面目全非了 这是它的屁股 杜比亚蟑螂由于盔甲比较厚重 暂时还能多停一会儿 美洲大脸无一幸免,看着有点惨烈 接下来继续 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看样子是吃得差不多了 确实,即使是盔甲比较厚的杜比亚蟑螂 肉也都被啃光了 只剩下一些咬不动的外壳 瞧这只面包虫,再啃蟑螂腿 此时,已经完全找不到美洲大脸的身影了 壳都不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想看这群面包虫吃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吧 什么?吃熟? 你点赞了吗? 放心吧 答应你们的,肯定会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